5号立法院大院直循近史无前例 凯天窗权益底下立委习一片空荡荡 本该出现民进党立委陈廷飞 突然改成书面直循 而派在后面的立委们 从鸿燊汉到林厨英竟然全都不在 而主持会议的立法院长韩国瑜 也只能依照议实规则第29条第二项规定 登记发言委员 厂明三次人不在这就视为弃权 而韩国瑜依法办事 没想到立委们不服气 还抱怨院长办公室 说是被没收了直循权 但兰委也回击说韩国瑜依照议实规则 何错之有 绿营故意这样子借题发挥 是不是过去舒适圈待太久了 所以便宜行事以为习以为常的惯例 漏习都可以变成是常规 如果的话我还想要继续 保有自己的权利 那是对面的台大医院 不是在立法院 你跑错院 你自己什么时间 你本来就应该预先在那边等待 哪有每次都抓到这种刚好的时间 那你被人家没收权利是刚好而已 网友也炸锅炮轰 吃到缺席的民进党立委 上课点名没到就是缺席 还有先休息的 下面一个人都没有 立委双礼纳税前 还好意思集体翘班 薪水小偷增多新纳税人的血 还让行政官员等到保吗 蓝委更质疑 立委根本无心咨询 只是找理由 常常看到有把30分钟自己缩减为15分钟 自我阉割就是对于行政机关的一个放水 或者是直接把口头咨询改成书面咨询 连人都不用来到立法院 不要做了这么多年立法委员 还不了解议事规则跟规范 可能会被人家笑 但韩国瑜还是释出善意 会再召开三党协商寻求补救方案 好几个民进党立委来跟我抗议什么意思 我们都能够理性对话 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40多天来主持这个院会 我是突然感觉 这民主太了不起了 真的是太可贵 韩国瑜再度出售 回归议事规则依法办事 能不能改善陋习 全民都在 等着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